经过实际测量考察 专家就找到了在城坎村 外人很容易迷路的原因 可是让人想不明白的是 这种自己它也不方便 可这火灾隐患区很高的独特布局 那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在城坎村我们了解到 这里居住的人绝大多数的姓罗 同属一个家族 那么城坎村它怎么来的 这个独特的村落布局 它会和罗氏有关吗 这位村里罗氏的第三十三代传人 罗惠定老人 他告诉我们 城坎独特的向道迷宫 正是处于他们先祖的精心布局 我们想了解一下 罗氏家族的历史和城坎之间的渊源 可以这么讲吧 没有我们罗家族 没有这个城坎村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罗家在这里来定居 谈朝末年出来了 罗惠定老人说呀 说据罗氏家母记载啊 他们的先祖啊 原来是江西的 那个时候呢 已经遇到 环朝起义了 到处漂泊到这边 环山这一带 学 讲道 那么这个第一地呢 他就 来到这个 城坎这一带 看到这一块盘地 仔细一看 有山有水 有个盘地呢 他看到 哎呦 这个地方是我们 难以得到的地方 是有个风水宝地 谈 谈说你两个呢 就到这里来定居了 一直繁衍到今天 已经是到了 39代了 罗惠定老人说 说唐朝末年 他们先祖呢 来到这里定居 是为了躲避战乱 而把这个村子修成这种高大的院墙 迷宫般的向道 还是出于对村子安全防御的考虑 这门很重吧 对啊 这门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你看啊 为什么重 前面你看到什么 砖 砖的重量肯定比木头要重的多 对 对吧 然后你再看这个门边上 这箱子都是铁皮 对吧 你再看这个后面 后面是 才是木头 而且这木头很厚 木头的厚度 加上这个砖 再铁皮包着 你俩这个门有多厚重 所以我们推起来都感觉有点吃力 那么 为什么这么做呢 防火 防盗 你看这个 砖贴在这个木板上面 用铁钉枪起来 那么 关起来以后 那么 外面失火 那么烧不进来 小头强盗 也很难不下子把这个门给打开 防御功能 防御功能非常强 远墙高大 铁皮包门 防御能力确实强 可问题是 这些房子挨得这么近 还全是木结构为主 这个火灾隐患很高啊 但千百年来 这里又从来没有发生过火灾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 罗氏的先祖们 他又是 到底采用什么办法 来消除火灾隐患的呢 咱们到房子里面看看 那咱们看看里面 是什么 在这栋房子里啊 我们看到 房屋里面呢 共有三层 每层的大小八间房屋 但是呢 我们发现 靠近街巷的窗户 与刚才看到的大门一样 都是用这个砖和木头 用铁锚钉 它锚在一起做成的 跟那个下面的门板很较较较 对 它实际上这个功能是一样的 虽然是一个窗户 但是呢 你看它这个厚度 这个后面是木头 前面是这个砖 用这个铁锅把它固定在一块 它关起来以后 同样的有这个防火 防倒的功能 那外面是火的话 它烧不透这个砖 那么里面木头烧不出来 还有 您来看这个 看到没 房子的地板 也不光是木板 面上铺着石砖 而砖块下面呢 还有一层厚厚的泥砂 那为什么地板里面会有泥砂呢 灰砂的下面什么呢 灰砂的下面就是这个木板 木板材料 就是说木板材料 就起了支撑着整个这个楼板的作用 而中间加上灰砂 然后再铺这个地砖 它就保证万一一不顺 这个有火星什么落到地板上 不会起火 这是一个作用 第二个就是万一楼下要起火 它烧到了这个楼板的话 楼板烧着了 灰砂和地砖打下去 那可能也就会把火起到 有一个熄灭的作用 您瞧 咱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啊 远在唐朝时期 在防火防盗方面 古人已经做得很到位了 不过呢 您不知道 这个呢 其实还不够 在调查中呢 我们了解 在这个迷宫般的古村里呢 竟然还有一个 咱们不大容易看到的独特设计 什么呢 您注意看啊 这里呢 每家每户都有水渠 水渠里的水 它中年不断 它们就像是 铺在村子里的一张密集的水网 当地人对这个水网呢 还有一个特别的称呼 叫白米水镇 这个白米水镇是什么呀 白米水镇就是我们这里看到的这种小河 小沟 家家门前 像这就是屋后 我们往前走一点 就能看到 人家门前就有 那就是房前屋后都有 是吧 对 房前屋后都有 你看这边就有 这就是我们单地人叫的水镇 每家每户房间都有 他先就把这个已经设计规划好了 一定要从上面有村头 一直拖到村尾 而有一两户没有到的呢 他在进房间的时候 他都顺便会引一条小小的水渠 到他家门前 他也是够用的 这个水镇呢 其实呢 就是今天到达我们每家每户的水管 只不过呢 古代他没有水管 他们呢 只好采用这种水网的方式 把水呢 就引到了每家每户 他既满足了日常生活用水 同时呢 一旦发现了火灾苗头 他们就可以就近取水 扑灭火苗 应该说呀 古人在这方面呢 确实考虑周全 好了 说到这呢 现在红语呢 要来考您两个小问题了 先提示一下 都跟这个水镇有关 听好了 第一个问题 咱们一般的房子 它都是坐北朝南 这是因为我们在北半球 坐北朝南 有利于采光和取暖 可是成坎的房子呢 却是坐西朝东 有的呢 还偏点东北 或者是东南 这是为什么呢 这种设计 跟这个水镇 它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问题呢 可能有一点点难度 但是呢 您来看看村子周边的地势 您就会明白 咱们呢 还是听专家的解释 原因就是 第一东西两面 它都有高山 山比较高 四面环山 南北它也有山 但南北的山会比较低 考虑到古辉州建房子的 一般要求 它要背山面水 这条河呢 是南北走向的 原因就在这儿 水是从高流向低处的 而要把水镇 铺到每家每户的门前 必须按照不同的走势 所以呢 它只能选择坐西朝东 或者是坐东朝西 但同时呢 又考虑到采光时间 所以呢 当地的先民 就选择了坐西朝东 再说第二个问题 那了解了这里的布局 那假如再让您 一个人走进城坎村 您还会迷路吗 相信这个问题呢 您已经想到答案了 没错 您不要管这里的迷宫向道 它怎么变 只要沿着水镇的水流方向走 很快就可以找到村子的出口 不过呢 这个秘密可不能告诉那些干坏事的人 要不然 城坎县民精心的迷宫向道 那可就派不上用场了